谢谢朋友们热情洋溢的掌声 来到咱们天津卫视笑里相迎啊 太激动了 尤其跟我身旁这位合作 大家都熟悉 认识 著名的笑星 影星 姚晨 跟那个姚老师啊 您先等一会儿 您连雌雄都没分清楚呢 姚晨 姚晨先生 姚哥 姚晨还先生 那对嘛 那应该是 李京小姐 李小姐 李姐 你理解不了 我叫李京 李京李老师 哪能不认识您呢 认识 不但我认识 全国的相声观众对您都非常的熟悉 都认识 您是施盛杰先生的得意高徒 没错 尤其李京老师啊 作为年轻的演员 不落后 怎么不落后啊 跟随潮流 是是 把潮流加入到作品当中 夺得呀年轻人的关注 这叫与时俱进 不过话得说回来 我个人特别喜欢一种艺术形式 哪一种形式 快板 哦快板 这过去就是咱的rap啊 是是是 那节奏多快啊 这点咱得说李老师 说到我这儿了 李老师对快板非常有研究 研究谈不上 不单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施盛杰老师的弟子 李京老师啊 还是已故的快板大师 梁厚民先生的高徒 梁先生也是我师父 跟梁先生学了很多快板快板书的作品 对 尤其呀 说到这个家庭熏透 我们父辈也有干这个的 李老师的父亲 就是老的文艺工作者 是是是 我一提起来 各位有可能有个耳闻 大家还熟悉我父亲吗 李京的父亲 李双枪 我爸爸叫什么 双枪 我爸爸叫双枪 你爸爸叫排击炮 这叫什么名字呀 这好听吗 赵哥 这双枪也不好听 不是 是您父亲的 后来给自己改的 有一段著名的快板书 叫做结型车知道吗 知道啊 双枪老太婆呀 你爸爸就喜欢这老太婆呀 喜欢这两把枪啊 给自己起名 李双枪 不像话 您甭管叫什么了 李老爷子 对 李老瘸子 不是这个 啊 李老 老李 对对 老李 李先生吧 老李先生 老李先生从小就教导他 学习传统艺术 是 把传统艺术研究好了 尤其咱刚才提到快板了 又来到咱们天津卫视了 是是 您是不是给我们大伙展示展示 好不好 你怎么知道我随身带着呢 这是咱们吃饭的家伙啊 我差点让编导老师给您拿着 不用拿 带着呢 行 行 行 花板 好 旧社会要锅饭 甭废话 没胆上 您带着玩不行啊 我也得带着 跟您配合 您也带着呢 我也带着 好 涛出来我们瞧瞧 走 走